罷良案 那么现在呢 来看到罷良案成案几率极高 中学会占定8月16号审定 不过也要来关心一下 民众呢 对于在这次罷良案的部分 有什么样的看法 什么样的想法 根据美丽岛电影报公布的 基隆市长谢国人罷免案民调 现在来问一问了 那么到底为什么 这回罷免案成立的主因 为头同意罷免的市民 认为这一次呢 罷免案成立 哪两项可能是主因 在这部分 62%的民众认为是 民警党在背后来推动罷免 33%认为是 东岸商场处置争议 另外14.4%认为谢国良 没有主要证件或施政表现差 好时事评论人蓝轩就说 东岸商场是谢国良 从头到尾替基隆市护士产 那为什么被罷免 到底哪里做错了呢 前列委审副宣委说 要罷免谢国良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是这个Net的部分 所以他就建议 谢国良只要说 他已经赢了Net两次了 到底还要罷免什么 这一回整个争议 就是在基隆市东岸的商场 重新招商引发争议 那么在基隆市政府 跟原厂商大日公司 还有协定厂商 就是刚提到Net公司 对付公堂 在审理当中 在大日速请基隆市政府 给付增建2到4楼的5000万 在6月份 其实法官已经驳回 大日公司请求 而Net在2月份 向法院申请假处分 民事庭也已经裁定驳回 所以也就是说 在基隆市政府司法站的2连胜 那么前列委审副宣说了 如果靠罢免扭转超销 给大使务前列 全世界一个都没有 哪有这样的例子 实在是太荒唐了 同时时事评委员黄明也说 历经了韩国瑜 被罢免成功之后 现在如果说有第二位的市长被罢免掉 那国民党的战力 真的就会被看虽 那你可以看到整个这个罢免案 激动市巡运会完成的第二阶段 联署人的名册查队作业 含报中巡运会来被查 但先前不是传出吗 在这个巡运会将会寄出 25000份的查询单确认 被执于说是没收罢免权 但最终寄出多少 1441份的查询单 现在蓝眼开的记者会来还原 强调 网络上的抹黑攻击 已经严重打击到公务员的士气 希望也能够还给他们一个清白 选委会他会编列 25000份的这个运送费 就是因为这个选委会 接获民众的检举 疑似有冒名 伪造跟变造的 在这次的罢免连署中 所以说是选委会 他就必须要更努力的 更谨慎的来编列这个预算 进行这个查队 我在这里跟各位市民朋友来报告 这只是垫付案的预估经费 那必须是要依照这个核实支付 为支付的余额将全数缴回市库 绝对不会这个福报或滥用的情势 民进党的立委洪生汉 竟然在领书上 破文说谢国梁现在 打算破例违法大三 一万三千多份的连署书 让二阶罢免连署不通过 我想在8月5号之前 在我们金融市学委会 还没有做好完整的审核工作之前 民进党就动用所有的党政军的力量 在媒体在网路上不断的抹黑造谣 攻击我们的选委会的选务人员 行政不公 我想这已经严重的打击了公务员的士气 也严重的影响政府公正的形象 特别是选举委员会是最公正 最独立的单位 连这样的单位他们都不放过 我想从8月5号我们金融市政府 选委会正式公布联署查询单 只寄出1441份 对比民进党民意代表 在这件节目在脸书上乱说的25000份 相距非常之大 好再看到罢免领署查队完成罢免投票 几乎成定局 前立委郑立文也直言 民进党的用心非常的阴毒 积极动员罢免有两个不命 一个就是怕前市长林若常任内 币案被掀出来 第二个就是要救四街 因为四街的工程已经被谢光挡下 如果没有四街 民进党就要喝西北风了 第一个你怕你在基隆的这些过去狗屁倒灶的币案 都像这个Net案一样 一个一个被掀出来 林若昌吃不完兜着走 对不对 第二个不要忘记四街工程硬生生的被挡下来 马上就没有电了啦 还想撑到2030年 基隆的四街不盖 民进党只能喝西北风 但是你这个四街工程不能盖嘛 既不环保也不安全 所有的审查不能通过 你就要坏茶两杯早硬的来 那所以刚好换了谢国良当基隆市长 不让盖民进党还不把谢国良吊起来打吗 不把他换掉行吗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民进党真的是用心非常的阴毒 但是在这个时候不要小看 因为我知道大家最近看了很多的民调 都说谢国良稳超胜券 但不 为什么 因为基隆很小 基隆非常的小 所以那个比例其实人数换算成实际的选票 其实选票数很少的 再加上刚刚讲的 基隆人对这件事很反感 很反感是意思说 他们对于要搞罢免很反感 但问题是因为他的反感 而不出来投票怎么办 然后天气这么热 现在又是政治的淡季 对不对 放暑假 但民进党是来势汹汹啊 有钱可以做各种的动员啊 所以不可以小看 谢国良是9万多票当选的 但现在7万多票就可以把他罢免了 这怎么合理呢 所以才要修 当然要修啊 其实应该把这个门槛提高的 否则的话这样的滥用 真的让台湾永无宁日 永远内斗 好 来看到呢 现在柯文哲遇到 是他的前幕僚吴静怡 来爆料说柯文哲 民众党当务局 柯文哲 把2024总统大选的募款经费 转入募客公关行销有限公司 同时呢 这个网红四叉猫还爆料 有超过3963万元 而当中1300万授权金花到哪里去 还付了授权金给募客公关吗 苗博文哲在节目就说了 当初客问者说 基金会是政治人物的魔界 说自己不会成立 结果总统大选2024之后 还也创立了基金会 甚至呢基金会都不够完 所以又创立了募客公关公司 不过民众党在这个部分呢 在今天也发出了声明 表示授权金是授权代为管理的成本费用 当中也包含了 像是离货啦 计货啦 仓储等等是委托作业管理 同时呢 尼奥的是非单一场次的一个执行费 不过这样的一个解释 媒体终于选举直言说 到最后整件事情 会变成沉水扁的翻版 美岛电报董事长更直言说 民众党已经结束了 好 柯文哲现在没有关 当柯文哲收押民调 20%以下变15% 到时候谁当党主席都没有用 也引发了讨论 那么柯文哲除了现在要说明的 这个基金会部分 还有就是呢 三大案 那么也被 因为在台北市长任内被指引说 这三大案被点名 会是下一个检调要来办的重点 当中就包含金华城 前立委蔡政人说 柯文哲的金华城容积率案 一定会被拿起来很K 猛打 所以柯文哲要晒黑皮肤 有准备要被剥皮了 现在遭到前幕僚危境来揭露 去年这个大选过后 募款的经费转入到 募可公关行销有限公司的金流 手法被质疑 当中募可公关的董事长 跟柯文哲私人基金会的董事长 也就是柯文哲的高中同学李文宗 海北市議員许洪廷就直言了 这个连结性确实蛮奇怪的 因此可以来看看 在募可公关的账上现金 如果有回流状况 就涉及了违法 李文宗的角色也还蛮奇怪 他在做这个募可公关的董事长之前 他的工作是什么 是受我们监督的 特别是像我是 我是交通委员会的召集人 他是捷運公司的董事长 那你跟我讲说捷運公司的董事长 卸任之后去成立一下公关公司 那这个连结性 我们就觉得蛮奇怪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 跟这个当然跟李文宗 有必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因为特别就是说 在整个我们政治现金法里面 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是没有问题的 在程序上 目前看起来是没有状况 但实务上如果在这笔钱 后面有所谓 比如说假设现在募可公关公司 他现在现有的资金 他账上现金已经没有这么多了 那他就要交代清楚 他现在账上现金去哪里了 那如果这些账上现金 有回流的这个状况 那就涉及违法 他有回流的状况 就涉及违法 所以我觉得这几个部分 我觉得白银也有必要 就说要大方的去讲好 不过我是觉得应该 应该是可以解释清楚 不然你怎么会成立一个公司 叫做募可公司 就是柯嘛 募可就是柯嘛 那你怎么 就如果你想要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然后你还做了大 明目张胆 对你还做明目张胆 我也整说 这个也太笨了吧 我记得柯文哲 整个的募款经费 大概是一亿多嘛 那一亿多 如果有四分之一 在同一家公司里面 说老实话 那个比例也占比 也是占得有点高 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 他都要去解释 就是说为什么这一家公安公司 第一他的位置 又跟你的办公室这么近 他的人也跟你这么亲近 然后呢他跟你的往来也这么多 那这些往来跟这些钱 最后花到哪里去了 那募可公司看起来承包了你的生意 那募可所赚到的钱 又去哪里了 那这几件事情 我觉得要讲清楚说明 国安会副民长林飞凡表示 中共当局将他列入了惩戒 顽固态度分子名单 那么网路上现在就出现了 很多的假讯息假消息 包含指控他性交易被捕啦 薪资比部长的层级高 对此他在社群也表示说 已经报案了 类似的假讯息攻击 不是第一次 过去有假账号说 他是前总统蔡英文 跟前总统李登輝私生子 或者是说呢 他跟中共建立王立强吃饭 逼得被污指为王立强的彭 朋友出面澄清 还有呼吁大家守护国家安全 守护台湾的舆论环境 你可以看到 现在在这个最新 是大陆国台办官方网站上 就新增了依法惩戒 台独顽固分子的名单 那么林飞凡就被列在当中 现在呢他的贴文 名单一被公布之后 就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假消息 我想中国有很多的内容农场 甚至有很多的网军制造假新闻 这已经不是今天才开始了 中国甚至有专门的网路攻击部队 那台湾也在国际的认证上 是受到假新闻 以及駭客攻击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所以台湾承受这样的假讯息的攻击 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 那确实造成台湾社会很多的互接 甚至社会对立 我觉得政府在这个地方 有必要再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除了打炸以外 对于讯息的澄清反击 以及对于散播或者制造这样的假新闻 台湾有些也是在这个体系的一部分 在我们在制造这样类似假新闻的攻击 这测意啊 如果违法乱纪啊 政府应该要预言办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前家人 专层你的KS blue your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